是一位对美国的选举比较有研究的陈丽简教授 先请我们的导播将陈教授请进来 陈丽简教授你好 陈小冰老师好 陈小冰老师好 这个有点言过其实 我这个也不是专业研究的 反正咱们大家就聊天呗 叫我老师那是言过其实 你现在还在学校 我现在已经不在学校了 就是事实比较大点 陈丽简教授 我们稍微做一下介绍 就是美国带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 那么大家去检手他的名字 他经常在媒体上谈美国政治问题 谈美国选举 那么尤其是谈川普 那么他是在当地的川普的一个共和党 这样一个粉丝群里头的支持者 对吧 没错错吧 没错没错 对啊 那么他应该是这个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这个角度他来探探 这个川普在大选面临的什么问题 那么我首先 今天这个节目呢 希望大家随意点 因为陈教授说这个 大家越热闹越好啊 就是聊天 那么我也没有呢 像晚餐那样被一个详细的一个提纲 我们就想到哪说到哪 如果我们观众呢 有什么问题啊 也可以啊 插入进来 我们一块讨论 好了 那么我啊 怎么找我也得开个场 对不对啊 你陈教授 你能不能信给大家 稍微说说你自己啊 你怎么就成了川普的支持者 哎呀 我成川普支持者 这个事儿其实很偶然 我呀 2015年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清楚 2015年8月6号 当时呢 纽约有一个机构 就是说请我们去开会 我就过去了 我就住在纽约那希尔顿 然后当时呢 那天没什么事干 就是当天开完会了 没什么事干 也赶上总统大选 当时我呢 已经申请国籍了 就申请了 还没批下来 我就想 当时我就想了 我就说 这投 得投共和党一票 因为这个奥巴马 干那几年啊 说实在的 好多事啊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国家再这么干下去 就完蛋了 所以说呢 我说无论如何 我得投共和党 当时 布什啊 什么这些人 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呢 就当天晚上 因为他那个 就是开完会 没什么事干 是吧 我呢 就是我说 那咱们 就没什么事干 我这个纽约的地方 反正是 我就在屋里看电视吧 比较宅啊 然后我就在家里看电视 打开电视呢 正好赶上 共和党的这个 初选辩论会 第一次 而且这个初选辩论会 很重要 就是怎么着呢 这个老川 川普总统 当时是 Candidate Trump 然后呢 是去 好多人都跟我说 说川普 没戏 什么 我以前根本不关注他 你知道吗 然后当天晚上 就听了一遍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人 而且是还有这个什么呢 我跟我一个同事 一块去的 第二天早晨 我们俩的又开会 的时候见面了 然后我说 你昨天看干嘛去了 他说我在家看辩论会 我会看辩论会 结果我回头 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 我开始觉得 川普这人肯定不行 但是现在看完这辩论会之后 我觉得他这人行 靠谱 然后 然后就是开始 后来呢 我就基本上就是开始 跟踪川普的这个 他的言行 因为我当时就知道 我根本我对川普 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个这个印象 你知道吧 然后呢 我就知道在2012年的时候 他骂过奥巴马 然后呢 还说要捐500万美元 说给什么奥巴马 把他的成绩单拿出来 我捐500万 当时其实对他印象 不是特别的深 也不是特别好 后来听了听他讲 他的政策 一直听了大概两个月 他的rally 就觉得这个人说的 这个靠谱 就是他虽然说话 有点夸张是吧 但是他好多的政策 是靠谱的 你现在他不是说 像那个传统政客 像 像那个 Jibber Bush啊 或者是什么这些人 不靠谱 然后呢 后来呢 也就 你说你能 当时你能干嘛呢 对吧 所以说呢 后来呢 也就是 呃 跟当地的共和党 有个联系 后来就跟他们联系上 就开始 干点什么小活 像扫个街啊 就是发个传单啊 弄个那玩意儿 然后由于我们呢 对于计算机呢 就是比较 知道一些 后来呢 帮共和党处理一些数据 也就是这个意思 就说能看到一些 选民的数据啊 其实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公开的信息 我们呢 帮着负责处理啊 还有是这个 选民的甄别呀 搞了一些这玩意儿 顺便呢 业余还好 就是说 这个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川普的一些事情 结果呢 就就就搞的这个 因为大家好像 对川普都不太了解 然后后来呢 就搞的好像是 咱跟专家一样 其实说实在的 嗯 千万不是不是 咱们就是什么 就是我用我学的 理工科的知识 就是说什么呢 对这个市值 进行一下判断 就觉得他如果 说的靠谱 或者说他说的对 我们就支持他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 就这么很简单的一个事 嗯 这个核心问题 就两个字 靠谱啊 然后你又有 理工男的背景啊 玩计算机 通过数据 你去发现 这里面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从 那个你这个专长开始啊 现在 呃 民调啊 一直说 拜登如何领先啊 呃 上一次2016 民调也不看好川普 啊 今年的这个 也不看好川普 那么我先说说 你从你的这个数据角度来说 这个民调怎么样 嗯 呃 从现在咱就说 现在这个数据啊 这个六月底 七月初这个数据 七月初的数据 我还没看见 我只能说到六月底的 这个数据 现在呢 今天我看的数据 是主流媒体的啊 嗯 还有那个 Real Clear Politics的 那个Average 他呢 是落后川普 就川普落后拜登 在全国范围内 呃 落后是呃 十个百分点 然后呢 在川普的这个支持率 在全国的支持率 呃 最好的情况 是百分之四十二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这个这个 你先别说这个东西 可靠不可靠 嗯 但是我 现在这是我所看到的 实际数据 各个不同的民调公司 会有不同的数据 呃 但是呢 我说的这个百分之四十二 这个数呢 是Rasmussen的 Rasmussen Report的 Rasmussen Report是什么概念呢 他就是 被人骂的都不行了 就是这个每年大选的时候 都都都很多人都骂 说Rasmussen Report是一个 这个对共和党有呃 bias 就是对就是倾向于共和党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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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调 所以说呢 这个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 只有百分之四十二 这个不是个好消息 嗯 所以现在呢 我们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调的数据 我们可以说 这个不是对川普一个好消息 而且我们可以从川普的一些反应 可以看出来 这些民调应该一定程度上 反映一些客观事实 就是什么呢 他那个记不记得前两天 川普刚发了一个帖 好像就是一两天之前 他呢 发了个帖 说我们内部民调显示 我很牛很牛 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 内部民调这个数据呢 只有呃 campaign就是这个竞选团 自己能看得见 它是机密的信息 你怎么 这个我不知道 哎 这个这个内部民调 我们看不见 但是说呢 你说有全国民调版 那你用内部民调来来说 我内部民调如何如何 我这个这个只能说明看着最起码啊 咱得说 他现在对这个民调是非常的呃 不满意的 咱得这么说 就是他不满意 现在他得到这个民调结果 这个是现在的情况 嗯 那么现在对民调的这个争议最大的就是说 啊 这些民调能不能够拿来判断 2020年的大选啊 是太早了 还是大体已经说明问题了 嗯 我个人啊 这都是我个人的想法啊 这个这个这个 一般有人啊 过去有一种理论 是什么呢 说这个大选民调 尤其是接近大选日的这个民调 都不准 就是说那玩意都不准 然后说你得看五月份的民调 基本上就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可是今年呢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因为这个今年这个对川普总统民调产生这个影响的主要事件呢 都是在五月份啊 六月份这件出现的出现的 你比如说这个疫情啊 高潮 疫情的高潮啊 这是还有是大量人失业 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 据我所知最起码近一百年没出现过 是吧 你可以说什么这个西班牙流感 那也一百年了 所以说这种事情没有出现过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这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这个黑命贵啊 还有是这个佛洛伊德被被这个警察暴力给弄死这个事 这个事情其实吧 这个隔三差五就会出一件 但是今年这个规模这么空前 而且是把什么这个这个这个西雅图那几个街区都给圈出来了 什么建立了个自治区什么的 这种事 还有是到处把什么把什么雕像什么都给都给连你说你要是把那个南方的这个confederate那些雕像你给推倒了 那我可以理解那些人是这个奴隶主 你把林肯的雕像也弄倒了 这就不合适了 还有你把格兰特的这个雕像也弄倒了 这就不合适了 你知道吧 因为格兰特是带着南方军带着北方军把南方军击败解放奴隶的 你这就不合适了 所以说这种事件都现在出现啊 我认为呢 这个五月份的民调是不能信的 现在这个民调呢 我的我的一直跟周围的朋友说啊 好多朋友都在这说 说那个民调不可信啊 据我所知我们家周围那个小区那个插的都是川普牌子 川普必胜什么的 我认为这个理由讲不通的 你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讲理由 这么讲理由是不警戒 那是自我安慰 它是怎么回事呢 你民调这个东西 我从来都跟朋友们说 民调这个东西 从民调公司这个做民调这个人来说 他这个就是得到的这个基础的数据 原始的数据 绝对是真实的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你不论是谁做的民调 他得到的原始数据绝对是真实的 绝对不能说是我这个民调不靠谱 我不信 我的民调要比这个高如何如何 那不就成韩国瑜了吗 对不对啊 你韩国瑜他那民调当时在选举之前 他在那说什么民调不靠谱 那事实他得票就是敌 所以说呢 我们绝对不能否定民调 就说民调是有他的道理的 而且民调是反映事实的 这个事咱们得先说清楚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 美国的这些民调的这个初始的原始的结果 是反映事实的 不代表你看到的这个民调结果是反映事实的 这个是我的说法 原来我曾经跟无数朋友说过 我这个话如果您要听着过呢 我就得抱歉 我这说了车谷的话 但是我如果大家没听过呢 我再跟大家讲一遍 他怎么回事呢 他民调公司啊 他们不是说 我随便把你的这个注册选民 或者说是这个这个这个选民的号码拿过来 我随机抽样 抽那么个一千人 然后给这一千人打电话也好 是什么的 这么取出来的数 他不是这样干的 他不是这样干的 他是什么呢 在民调公司 他也有这个选民的铺 就是这个一 把这个一桌选民放在一桌 然后呢 比如说共和党呢 我认为你是铁板共和党选民 你就是这一拨的 然后民主党呢 你是那一拨的 然后还有一拨呢 号称叫中间选民 就independent的 然后他呢 去从这个共和党里边挑几个 民主党里挑几个 然后呢 把那个中间选民里边挑几个 把这个人搞得一起一传 然后算个百分比 就最后算出来 你这个综合的这个民调是多少 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民调啊 你在看民调的时候 我首先说基础数据都是正确的 我们假定基础数据 咱们别 咱们别搞fake news那玩意儿啊 基础数据都是正确的 你把基础数据拿上来之后 就像你这个厨师 你拿上来之后 你把这菜都配菜都弄完了 你炒菜 你炒菜那就是有你了 你想做出一个什么样民调来 那就完全有你了 你比如说我是 比如说川菜厨子 我想弄一个比较辣口的咸口的 你往里做个辣椒就完了嘛 你明白那意思吗 就是说我想做出一个民调来 他这个民调公司 做民调是有道理的 他做出这个民调来之后 比如说我想黑你 比如说陈老师都想你选举一下 我呢作为一个公司 我想黑你 我就看你不顺眼 我想黑你 然后呢你本来民调呢 咱公平点说 比如说你能够拿到50%的票 我呢就故意 我最初做出来的结果 我准保让你做出来一个 你只能拿32%的票 我就到处去广播了 我说陈小兵今天这个选举 只能拿32%的票 其实事实上呢 你能把50%的票 但是说呢我就想 我我你就能打32%的票 这个叫做voter suppression 我就你就能拿这么多 那有人说了 那你你再怎么说 我还是去投陈老师的票啊 我还是去投陈小兵的票 到时候选举日当天不就有了吗 不对的 因为你常这么说的话啊 那个给你捐钱的那个人呢 他就他心里就没底了 你明白那意思吧 就是说好比说我呢 给你捐钱 我一方面是我想跟你建立一个政治上的关系 我给你捐钱 另一方面 我日后我想是你选上了之后 就把我给你捐钱 我也显得我有面子 或者说你再有更多的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你呢 给本来想给你陈小兵捐钱 结果回头呢 一看这这家伙民调只有32% 这是铁定没戏的呀 在二选一里面 你32的民调是铁定没戏的呀 干脆我就不给你捐钱了 你不捐钱了 你拿的钱少了 你就没有钱去广告啊 做广告啊 你没有钱去做广告 你没法买什么网上的那个YouTube那些广告 你也没有办法去买什么电视广告 你然后过两天 你没有你没有出镜率 大家也没有你的那个 那个那个 大家对你的名字又不是说很支持 那过两天 你这民调自然就真正就下来了 就给你做下来了 你明白那意思吗 就是把你给黑了 就这么回事 他这个选举这么黑你 就这个道理 所以说呢他现在把这个川普总统呢 以前以前罗姆尼呢 可以说是一把心酸泪呀 那2012年的时候 那民调把罗姆尼做的都什么样子 咱们也都是有有概念的嘛 08年的时候对McKane 还有是那个罗姆尼 这些事情都是有前科的这帮人 所以说呢现在的问题是 川普总统的这个 他们想用同样的方法攻击川普 他把这民调做低 做低怎么做低呢 很简单 就是什么呢 我在抽样的时候 你大家再看民调啊 你别看他的民调那个标题 那民调标题上写了 说川普落后这个拜登多少多少 你像咱们就别说现在的民调 咱就说2016年选举的时候民调 说川普落后希拉里 五个百分点 川普落后希拉里六个百分点 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 你想我作为川普支持者 我肯定不高兴啊 我呢 另外他在学校里混嘛 咱们一般都得到那个那个 就是你把文献拿过来 就是坏毛病 也是好毛病 还是坏毛病 我就把那文献啊 一般你在那个 real clear politics 他那个公布了一个民调之后啊 你到那拿那个点击一下 这是我教所有的人啊 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啊 你到那点击一下 他会产生一个pdf文件 或者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你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你就找water break up 你知道吗 water break up 这个就是代表什么呢 我在抽样的时候 我选了多少民主党 选了多少共和党 选了多少中间选民 然后回头呢 他在这个选完了之后呢 你这个 好比说我想把你做高 你是民主党的 我就多选民主党的嘛 然后如果我想把你做低 你是民主 你是共和党的 那我就少选共和党的嘛 结果在2016年的时候 我发现 有的民主党做得非常夸张的啊 民主党选33% 共和党选24% 然后呢 中间选民 咱就打中间选民是1比1啊 咱就这么说 那 那这个东西就上来就吃着10%的亏呢 对吧 当然你可以说民主党比共和党多 但事实上是不是能够多到33对24这个比例呢 对不对啊 你得这么说呀 所以在这种比例下 川普总统当时落后于这个 当时candidate川普 落后希拉里7到8个百分点 我觉得这是肯定能赢的呀 所以当时我就跟朋友说 我说不要那么看 你就看他那个water break up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大家人人都能看 你把那个water break up拿过来看 现在的情况是 根据2016年大选 川普动员了超过30%的 这个有30%的选民 号称我是民主党 说错了 共和党 所以你现在在看民调的时候 如果他的water break up的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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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量是少于30% 甚至于有的民调 他不公布water break up 他给你搞一些什么 按年龄段分一些 然后按种族分一些 他不告诉你water break up是多少 那你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你明白吧 你没有法做判断啊 你诚意回避这个数字 这是最关键 对对对 有人就是为这个 所以说从现在我们看呢 就是看民调 你得怎么看 不用我教 这东西很简单 大家都是很聪明的人 老中都是很聪明的人 你到网上去点开之后 你看他的water break up 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这个这个 公平合理的 低于30%的 就是给共和党抽样低于30%的 你都多于看 你明白吧 这是要反对 要反对看 要反对看 这个啊 你刚才谈这个数据的 或者是民调的这个判断和这个分析啊 你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去黑这个川普 用同样的方法 黑罗姆丁的方法 那么基础数据是真实的 但是呢 你说有一部分人 有一部分应该还有一部分就是黑 就是通知到舆论把对方给 对 这是两部分 也可以有机的结合成一部分 有机就是 等于是这个一部分是专门玩数据的 一部分是搞这个选战宣传关系的 然后通过放放这个舆论 一千遍谎言 最后成了一个真理 最后人家这个想想支持都不支持 他说这家伙就没信了 通过这个方式 不是不想支持最是什么呢 他给你切断你的那个 那个切断你的这个竞选资金的来源 因为清楚嘛 你有钱你得给人捐钱 你总想捐给那剩的 你说这人铁定会失败 你给他捐钱也没什么用 所以好多人 唱衰他嘛 你得唱衰他 只好导致你的那个现金流断掉嘛 资金断掉嘛 对 民调公司干这个吗 还是他雇用这个游说公司干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我还真不知道谁干这个东西 但是我现在就看到了一点 你看他那个Voter Breakup 他为什么会给故意的把共和党选民做的 比实际的这个出来这个选民这个量要少 他有的人呢很狡猾的 他有的民调公司是怎么说呢 这是我根据2012年大选的结果做出来的 他有的人这么说 说这是2012年大选的结果 就是这么多的人自己说我是共和党 这么多的人我说是民主党 然后我按照2012年的结果我做2016年的数据 所以说呢这个话这么说没毛病 就是说无论你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 最起码没大毛病 你可能说有小毛病说川普会吸引一些这个中间选民啊等等的 这都不这杠都不抬 但是你用2012年的这个Water Turnout这个数据呢 这么做呢大致是大差不差 但是你现在在做数据你就得用2016年的了 但是他很多人还在用着这个给共和党故意做第一的数据 你这就没意思了 你懂吗 这有意思啊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度 那么正是因为前一段的这个民调啊 甚至拜登高过川普30% 那我们就听到了拜登说啊 这个也许我会打败啊 认输了啊 这个民主共和党内部呢 也有人要劝川普退选啊 你怎么看这样的消息呢 谁劝川普退选呢 我怎么没听说 没听说 还有一些民主党的叫operations啊 那些人在运作啊 让川普去退选啊 哎呀 有一个叫共和党内部啊 有一帮人 叫never trump 在2016年就有一帮人 这个这个他这个 这个never trump这伙人现在越来越少 因为发现自己这个不好混饭了 比如说原来那个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报纸 就是那个叫威克里斯丹丹的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就是威克里斯丹丹的 当时我还差一点定了 就差那么一点 我定了 我差一点 那我给后悔死 他那个威克里斯丹丹的那个主编 叫Bill Crystal 他是拿简直黑气川普来 川普做什么都是错的 而且他号称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共和党人 我要维持一个共和党的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价值什么的 说了一堆那些东西 结果呢 他是其中之一 还有什么Eric Ericson呢 什么这几个人 还有几个人 川普就点过名 咱都不一一说了 这些人呢 形成了一个小的组织 叫什么呢 他有一个计划 叫做林肯 Project 叫林肯 Project 说现在这总统啊 不如林肯 说林肯是我们什么等等等等 就是说你通那玩意儿 就是什么呢 这些人是负责黑川普的 但是你放心 这些人黑川普 没有什么用 因为这个Bill Crystal 最后的那个报纸呢 就是因为常年黑川普 卖不出去 结果回头呢 这个Weekly Standard 已经倒闭了 然后呢 这已经倒闭了 就是这两年的事 你知道吗 他给倒闭了 被无数人骂 另外还有呢 就是川普呢 在各个民调里面 如果你只让这个民调公司去 只调查共和党内 有多少人支持川普的话 现在川普的 在共和党的支持率 最少有95% 到半分之96 甚至于有的时候是96 有的时候是95 你里根当年如何 里根当年的民调 最高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 我说的有差池 但是最高的时候 也就是87% 也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川普 现在合着在这个 共和党这个圈子里头 95%到96的人 都支持川普 比当年里根 还要高这么多 高8到9个百分点 这个东西就很说明问题 也就是说这帮人 永远会有人黑你 但是他们黑你 这个现在这不成什么 太大的这个这个问题 是这个意思 你再怎么着 你也就4% 这种人其实我见过 因为我们这块 这个川普的那个campaign 我们负责那个 就是分发这些宣传材料 我还知道他们家地址呢 我就向他们家去 年纪比较怎么说呢 年纪就是大概50几岁60 一个一个还挺是 怎么说看着和蔼可亲 一老太太 别人我们到川普支持者那都问 您今年给那个川普投票吗 还有说我们其余别的共和党的这个 你都支持吗 就问他这问题 然后那老太太说 我可以支持任何任何一个共和党人 就是不支持川普 我一看得 这就是那1% 不是就那4% 你知道吧 对 这种人是有的 永远会有的 这个实际上啊 这次谈川普退选的 那应该是这个福克斯这个 这个台上的这条线上的消息 这个福克斯新闻 专栏作家贾斯巴里洛 在推的 发了推文 称呢 不止一名共和党要员 确认有关川普退选的传闻 那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去川普的这个民调不见起色啊 那么川普可能要退出大选 就是因为把这个民调 把它搞得很惨 福克斯最近的一个调查 川普也大概输了12个点 福克斯的民调一向是对川普不利的 福克斯这个事是这样 他福克斯是保守电台 没假 没跑 但是福克斯雇用的这个公关 就是这个做这个民调的这个公司 是干嘛的 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 福克斯的民调一向也是 呃 看低川普的 而且是非常离谱的 你知道吧 所以说不是说福克斯 这个他是保守理念的电台 好多人保守的派看他 这个不假 但是他的民调公司 未必是支持川普的 或者说是有倾向于川普的 这个他给出的民调数据 我认为呢是只能作为参考 嗯 好 好 这是有意思的 那个刚才你介绍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啊 就是川普的共和党内的支持度啊 和里根的对比啊 里根呢 只有87% 那么现在川普呢 高他将近十个点啊 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川普的这个基本盘很稳固 嗯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川普的基本盘可以说是坚不可摧 现在呢 就是有些人总想把川普的 就是这川普从上台 从参选 后来这个拿到提名 那就开始无数人就开始黑他 想让川普的基本盘呢 就是脱离他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 其实川普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 他的支持率也就是在百分之八十几 你知道吧 百分之八十几 绝对不到百分之九十 就是说这个 这个共和党内的这个支持率 最后你如果关心的话 在2016年的时候 就是在投票前的两个星期 他呢 这个潘思之类的人呢 就说 Republicans come home 就说呢 你可以说就就好像是你是家里边的一个 比如说是这叛逆少年 说我觉得这家长对我实在不好 然后现在选出川普这么个玩意来 我不不爽 我跑了 我不我不来投票了 然后后来最后在前两星期之前 好多人说 你们还是回来投票吧 捏着鼻子投票呀 投票 当时的情况是川普的支持率 也绝对不到百分之九十 八十七八十八也就这意思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川普在台上这么团时间 他的政策 他的理念 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玩意出来之后 他的支持率现在已经上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了 最少有九十五是有了 九十六也差不多 有时候九十五 有时候九十六 所以说这个主要是川普的政策 说服了这些选民来这个投他的票 所以说他的支持率是上升的 他的基本盘是扩大的 就是这么说 支持盘 他的盘是扩大的 对 那么正好说到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 现在这个很多 六个摇摆州 有这一说法 六个摇摆州都已经 这个让这个拜登的民调就上来了 这也是川普的这个民调不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